隨時代改變 笑一首好菜 別善注意自身安全 美人照鏡收得好 藍子,還有一碗 收工了 再見 對 怎麼我的手插了? 好像被蚱蚱炸過一樣 我的天 為什麼我打在手上嚴重焦? 當然了,藍子 你用的手套都穿了 又難的當然沒用 而且我們用的是工業用的漂白水和洗潔精 所以要用 專門處理化學品的手套來洗 那你去洗吧,我先走了 員工沒有留意化學品的標籤和安全措施 這樣就很容易有職業性皮膚炎 而小部分人可能會出現過敏性皮膚炎 初初可能沒甚麼反應 但之後即使是接觸一點 都可以引起皮膚炎 其實一般食肆廚房應該改善工作方法 減少皮膚接觸有害物質的機會 例如是你用自動化工序 使用適當的輔助工具 保持工具和環境清潔 從環境方面控制危害 而貼上提示和警告標語 就可以提醒員工了 並且要穿戴一些適合的防護手套和工作服 工作前後要洗手 洗完之後要塗潤膚膏 做足一點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有職業性皮膚炎了 完成了 有研究筒 新鮮的皮膚也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